嘿,大家早喽 2月18号星期五 今天呢,之前跟大家预告过两次了 今天早上起来减量,减速度,减距离 因为要调整身体 之后,这两天有一个测试 然后正好前两天跑得稍微有一点小强度 今天现在大概是将近五分的赔速在缓慢前进吧 大概就跑八公里,今天就回家了 而且2月份,我估计可能很难达到500公里了 2月份少两天半,去年日 两天半,对我来说40多公里了 到现在大概是300公里出头,这个月 随便跑呗,这个月就 今天早上就是匀速,慢,轻松 就行了 跟大家简单聊聊 我看评论区,就有的时候 就是咱们上网 还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 我觉得我是这么做 我看别人的发言一般都看目的 如果您的初衷是善良的 那其实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嘛 没问题 就是比方我昨天说 我说 我说普通人想破三 那月跑量300,350 还是要有的 否则有难度 而且我说的是有难度啊 您来一个 那彭建华破三不用月跑量300啊 您说的对 他现在就是歇俩越不跑也能破三 但是 他也是从破不了三练上来的那些兄弟 我说的是 比方说您现在只能跑 330 315 那您想练进一步破三 那我觉得月跑量300到350 是必须的 这没毛病啊 对吧 哎 行 一会儿一会儿再聊啊 然后呢 我觉得紧身出来说就是 马拉松 说实话啊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 专业运动员 跑量 永远是王杠 这个到哪都破不了 所谓的说 科学训练是说 像比方说转业运动员 他的跑量达到 每个月就有效的训练 每个月800公里 还不算那些放松的课 他没法再加了 那才是说 比谁的训练高效和科学 对吧 普通人一个月几十一百多公里 那你想提高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多跑跑 包括有人说问如何做到心率比较低 第一个就是年龄大了 第二个就是多跑跑 多跑跑一切就都好了 包括跑步的技术 经济性 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 昨天说 短距离的间歇 短距离的间歇 其实是可以提升跑步经济性的 因为就是你冲的越快 你的身体就会 怎么说呢 这个不太 我也没想到这个怎么用词 就是短距离的间歇 是可以提升跑步经济性的 但是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全程马拉松 只说全程啊 全程马拉松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人来说 吃喝 休息训练 几为一体的一个系统工程 就比方说体重 有人会说 啊 我就跑步 动 然后随便 随便吃喝 我就瘦下来了 没错 我一开始 一百七八十斤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那您都不需要跑步 只要动 很快就能瘦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 像我吧 比方瘦到一百三十斤的时候 我就瘦不下来了 就是 那如果只是运动就能瘦下来的话 精英运动员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备战比赛了 其实对于精英运动员来说 训练不辛苦 就是非赛季 因为后勤的保障是没问题的 吃的营养 包括饱腹感 甚至愉悦感 还有休息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准备一场比赛 精英运动员也要降体重了 那就考验后勤了 像我们普通人 比方像我 那段时间备赛的时候 那我饿两口 饿得有的时候就很难受 有时候都想哭 你原来最早的时候甚至还哭过 那你不能让专业运动员吃这个苦 因为这个坦白说 肯定会影响训练表现的 对我来说没有影响那么大 是因为我训练强度没那么大 说实话四五百公里一个月 不算什么 那对专业运动员不行了 他又得保证营养和能量 还得控制他的体重 那就是个系统工程 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 对普通人来说 马拉松也是个系统工程 我看评论区小伙伴说 累计跑量到两百公里的时候 参加立场十七公里的比赛 就很难受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说句实话 您累计跑量只有两百公里的时候 能跑 能一口气跑十七公里 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这样 包括受伤 不舒服这些 都是可以通过常前的积累去解决的 这个没有问题 像比方说专业运动员 像选财的时候 那你还得选择天生在基因里睡眠质量就好的人 否则的话他休息不过来 年少的普通人每天睡眠六到八个小时 成年人或者将近中年的人很正常对吧 那你要是想维持六七百以上一个月的训练量的专业运动员 那每天至少得九到十个小时以上 你好些人到三十多岁 你跟马拉松的能源出成绩大多数是三十岁出头 或者三十多岁 他睡不了那么长时间 让你睡你也睡不了那么长时间 人跟人不一样 吃消化吸收肠胃 这些都是要考验一个人的 你说 比方说大货节的东京马拉松 凌晨两三点 起床就吃早饭 那就是因为想有充足的时间消化吸收啊 我也是这样 我得提前三四个小时吃 否则的话就觉得特别的顶不舒服 那有的人就是没事 然后有的人说吃能量胶就反胃就恶心 有的人就是没事 比方说我吃能量胶就没事 不喝水都没事 所以你得根据你自己 要不然我说呢 要不然我说呢 做自己的教练呢 熟悉自己了解自己 然后呢 呃又宠着自己 又别惯着自己 就是你喜欢的事情 在不双原则的情况下 就像喜欢的方向做 但是不能惯着自己的 就是该对自己狠 该练的时候还是得练 对吧 我们在日韩公园绕一圈就回家了 2月18号训练结束 减量啊 呃只跑8公里 38分51秒 呃450的配速 给大家看看心率和步频 心率是134步频是199 然后呃触地时间是227 这就还是印证我那个逻辑啊 就是你跑的快慢 其实在一定时期内 一定身体条件下 您的步频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不是说你跑的慢 步频就慢很多 当然啊 如果您是那种半跑半走 那种咱们另说 但是如果您发现 您跑的快和慢的时候 步频差距非常大 那可能您就得呃注意了 看看找个人给您拍摄一下 看看问题出在哪 是吧 呃有的时候大的 就还是我说了 大的跑字问题 还是需要刻意纠正的 比方说摆臂问题 或者说八字脚的问题 这些不是通过多跑就能解决的 有的时候多跑还会放大它 就明显的问题还是要还是要解决啊 我说那个奇异自限是说 所谓的什么前着前后脚掌着地 什么是不是呃 灵巧等等这些 嗯 好吧 那大家等我下周的呃 最大的摄氧量和跑步经济性的测试的天子了 呃 呃这两天就因为刚从东迅出来 然后整整个人的身体状态没有很好 还没有很好的调整 而且是这样你不能永远都是一个叫什么呃积极的状态 就是定动员也是要调整状态的 有起有福尽量把它起放在赛季就比赛前 所以最近身体状态呢很一般我估计的这两天的这个测试呢能够测出大概八成的水平吧 到时候自己心里成个系数就行了 行 要是特别好的话到时候推荐给大家 好吗 但是我估计我的这个影响力是拿不到什么福利的 大家还是理智最大 行 那我们加油春训啊 回家休息了 今天周五大家加油干